大家好,我是卡爾 那這次少女回戰出了司馬伊UR加 這是屬於衛陣營的 那智力角色屬於攻擊型加控制型角色 嗯哼哼 我的髮型很喜歡嗎? 這個角色啊 直接擁有了那個魏武帝曹操沒有的 直接90%的那個傷害乘傷啊 這個魏武帝曹操還要高於智力高過對方才可以 45%變兩倍就是90% 這隻不用啊,直接就可以90% 啊真的 這個魏武帝曹操感覺好像 出來真的有點太那個了 太差了啊 這個司馬伊還比較好 直接出來就 就直接給你乘傷90% 超好的啊 那還可以死掉趴起來兩次啊 還蠻不錯的 這隻角色有物理抗性降低80% 跟法術抗性降低80% 還有那個乘傷 讓對方乘傷40% 那如果你提升到命輪9 還可以讓他乘傷變到60% 再加乘傷40% 就是變100%的乘傷 可以讓對方乘傷100% 超好的啊 這個拿來打外神 或是拿來打那個冒險的話 都可以替代李靖 然後還可以替代高瞬這樣 這樣的角色 直接一個人 抵兩個人用啊 那超好的啊 不過這隻就是 你可能要練到 命輪9 才會有這樣子的 乘傷60% 再加 主動技能2的40% 這樣就可以到100% 超好的啊 那這個角色啊 PVP我是不知道怎麼樣啊 不過拿來打外神跟冒險 是絕對沒問題的啊 OK 我詳細講解啊 那主動 普通攻擊是那個 對隨機一個敵人造成100% 法術傷害還是操控啊 那那個 主動技能1是 指尖藝術啊 選擇生命值值最高的一個敵人啊 造成100%法 機率 使目標進入近鳥 還有抗性下降啊 就是法術抗性 跟物理抗性都降低80% 那持續四回合 對敵人進行四次攻擊 每次造成 1600%的法術傷害啊 如果目標處於不良狀態啊 則後續傷害翻倍啊 最多可以造成 12800千萬 12800%的法術傷害 只要有不良狀態 就會達到12800%的法術傷害 超高的啊 那每次傷害之後啊 會偷取目標1枚洛因啊 那 對生命值最高的兩個敵方啊 最佳 總傷害100%的真實傷害 無視防禦跟抗性啊 那劍牛就是無法恢復生命啊 那主動技能二是 暴露弱點啊 選擇生命值最高的三個敵人啊 有100%的機率 使目標進入虛弱狀態 虛弱就是 呈傷 傷害承受提升40% 那持續三回合 那再對三名敵人 進行四次攻擊啊 那每次造成2000%的法術傷害 那如果目標處於不良狀態 再攻擊會提升40% 乘以不良狀態的數量 要最高提升200 只要對方有五個不良狀態 在那個身上的話 那他的攻擊就會變 多200%的那個傷害啊 那這個 在冒險比較有可能啊 在一般的PVP比較 比較困難一點啊 如果觸發會心一擊啊 則隨機偷取目標一個強化效果啊 總 那獲得總傷害100%的 護盾的狀態 持續三回合 那這個護盾啊 只要是滿意在場 基本上這個護盾是 不能被消掉的啊 那命輪1會開啟這個被動技能 倡因極大 那三名敵人上限 加60% 命中指架LV乘以400 那命輪3會開啟被動技能 主動主撲遊戲啊 被中傷的時候 他還清楚自身不能狀態跟弱因 那回復自身50%生命值 並獲得80%自身最大生命值的護盾 那持續五回合 那隨後返回戰場 並進入長刃狀態 那持續五回合 那效果最多觸發兩次 長刃就是你爬起來之後 這個長刃Buff 就是會心一擊會傷害提升50% 那物理抗性會提升50% 是在主動技能或不動攻擊的時候 如果目標生命值少於50% 這傷害加倍啊 不可同期複自清除啊 且傷害提升效果 可以跟其他的傷害 那個提升效果會疊加 那個蠻好的啊 這在PVP就比較有用一點了 除了你爬起來之後 你還會有那個 強刃攻擊 加攻擊又加物理抗性 至少可以抵擋一點點 讓被馬超這樣子 連續追打的狀態 至少總比沒有加物抗好啊 那命輪5會開啟被動技能 刺捨極大 那攻擊加60% 不良狀態抗性 穿透加40% 那命輪9會開啟被動技能 輕投硬核 自身護盾效果無法清楚啊 那不良狀態的抗性穿透啊 提升200% 那傷害承受降低90% 乘傷就會降低90% 超好的 這超超好 還要自力高過對方 真是不合理啊 那當自身在場的時候啊 所有敵方抗性穿透啊 降低40% 如果敵方處於不良狀態 那敵方的傷害承受 提升會乘以10% 乘以自身不良狀態數量 那最大60% 那這個真的蠻好的 那個可以拿來打冒險跟外神用啊 那這個獨角系 陰式技能是自身 每中三個敵人啊 他獲得兩梅洛因 累積四梅洛因後 立即進入陰式狀態 那陰式狀態下 這攻擊必定會新一級 攻擊提升50% 會新一級的傷害提升50% 那陰式狀態持續傷 會有不可抵抗 不可清除 嗯 還蠻不錯的 那他羈絆的話有三個 只有第二個是有加攻擊力6% 那很多都 我都沒有開啊 呵呵 這個還有一個還沒出來 嗯 OK啦 那這個真的蠻適合打冒險的 跟那個外神 外神是最優秀的 那PVP的話要實測 還不確定啊 要實測看看才知道啊 OK 那就這樣子啦 那喜歡我的影片 按讚訂閱分享 感謝大家 掰掰